第七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于11月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这一全球瞩目的经贸盛会不仅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开放姿态的重要窗口 也是各国企业拓展中国市场 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其中 国家展将继续为各国展示综合形象和贸易投资领域机遇搭建重要平台 有7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法国 马来西亚 尼加拉瓜 沙特阿拉伯 坦桑尼亚 乌兹别克斯坦将担任主兵国 展示经贸 科技 文化等领域对华合作的丰硕成果 今年是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60周年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哈米斯奥马尔称 进博会是该国企业拓展中国市场的重要契机 他们将积极组织企业参展 展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制造业产品 期待与中国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共同分享中国市场的机遇 今年也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50周年 马来西亚住户总领事塞伊德法瑞泽埃米尼认为 进博会有助于推动马中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 马来西亚也将借进博舞台展示其优质产品和技术 寻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机会 共同推动两国经济的繁荣 自2021年12月中尼两国复交以来 借助进博会 尼加拉瓜的优质产品正在加速驶入中国市场快车道 从第五届线上参展到第六届首次线下展示 再到第七届以主兵国身份参加进博会 尼加拉瓜一步一脚印 一年一台阶一步步坚定地走向充满机遇的四叶草 第七届进博会的举办 不仅体现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也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展示产品 拓展市场 促进交流的绝佳机会